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前几天中科院一位博士的毕业论文突然在网上火了 这是因为他在论文的致谢部分 写到了自己22年的求学之路 他说我生在一个小山村 12岁的时候母亲就离家出走了 17岁的时候父亲和婆婆就去世了 她和她的老狗小花为家人守坟 小的时候没有钱交学费 只好去抓黄扇 无数次被狗追 被蛇追 半夜落水 抓住的黄扇又被父亲偷了卖 买了酒和肉 拖欠学费 被老师约谈 光着脚 穿着破衣服 走过过道 领取作业本 但是她虽然身处命运的漩涡 却一直从未放弃 终于考上了自动化所的博士 现在她已经毕业了 去了腾讯人工智能实验室 妥妥的是别人家的孩子 有一个小朋友就跟我说 她小时候腾讯活环境和这位博士很像 但是为什么人家成了博士 自己却一事无成 她应该怎么做 才能避免自己的孩子跟自己一样呢 今天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在心理学上非常著名的实验 棉花糖实验 中国人有一句俗话 叫做三岁看大 七岁看老 那么这个棉花糖实验之所以著名 就是因为它似乎能给人提供一种依据 哪一个孩子长大了之后会有所成就 这个棉花糖实验的实验者 是一个美国的心理学家 这个美国的心理学家名字叫沃尔特米歇尔 沃尔特米歇尔 著名心理学家 在20世纪心理学家排行榜上排第25 第24就是巴普洛夫 就是刘韩拉子的那个 那么沃尔夫米歇尔小的时候出生在奥地利 后来纳粹上台了之后 他们家就逃到了美国 他在哈佛大学教过书 后来又来到了斯坦福大学 那么这个实验是在他1968年到1974年 这段时间陆陆续续做的 这个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 他在斯坦福工作 那么斯坦福里面有一个幼儿园 那斯坦福必应幼儿园 必应幼儿园 他在这个幼儿园里面进行观察 这个幼儿园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有一面墙是个单向玻璃 外不能看到里边 里边看不到外边 然后他就让这个小孩一个人 4岁多的 5岁的小孩一个人进了个房间 房间那边有个桌子 桌子上面有一块棉花糖 是吧 这有一个小孩 然后他就跟这个小孩说 他说现在有一块棉花糖是给你的 你可以现在就吃掉它 你也可以等我15分钟 我出去办点事 15分钟之后我回来 是吧 如果你还没有吃掉它的话 那我就再给你一块棉花糖 你就有两块棉花糖了 所以小孩就有两种选择 是吧 第一个就是大人走了之后 小孩拿着棉花糖直接就吃掉了 那这样的话你也就只能吃掉一块糖了 或者你等15分钟 你15分钟之后 15分后你就可以拿到两块棉花糖了 如果你不吃它的话 是吧 然后这个实验员就走了 然后躲在玻璃后面去观察这个孩子 结果就发现有的孩子坚持了一分钟 拿起来吃了 有的孩子坚持了两分钟 有的孩子坚持了三分钟 有的孩子拿起来舔了又舔 闻了又闻 最终还是吃掉了 是吧 最终有70%的孩子 是吧 把这个棉花糖吃掉了 那还有30%的孩子 他们等到了15分钟之后 那实验人员又给了他一块棉花糖 是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实验 这个实验陆陆续续做了好多年 大约有550个儿童参与了这样的实验 实验的过程中时间也是变化的 有的时候15分钟 有的时候是20分钟 那这个食品有的时候是棉花糖 有的时候是巧克力 有的时候是糖豆 但实验的过程大体是如此的 人们把这个实验就叫做棉花糖实验 后来这个米歇尔以及他的研究生 就对这个实验进行了长期的追踪 这个追踪持续了40年 是吧 从1970年开始就一直跟着这个数据 一直追踪到2010年 大约每10年就对这些孩子进行一次追踪调查 结果就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里面这个等待时间越长的孩子 越容易具有以下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他具有更好的学习成绩 这个沃尔夫他追踪了一些孩子的SAT成绩 也就是美国的高考考试成绩 结果发现当时等待时间最长的三个孩子的成绩 比等待时间最短的三个孩子的成绩要高出210分 是吧 所以这个等待时间越长 越具有更好的学习成绩 那么具有更好的学习成绩 就可以升入更好的大学 获得更好的教育水平 是吧 当然也会获得更好的工作以及更好的收入 是吧 这是第一条 就是等待时间长的孩子 更容易获得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成功 那么第二个就是具有更好的身体水平 什么是身体水平呢 比如说在青少年时代 是吧 这个不容易染上毒瘾 或者是药物滥用 或者是饮酒 不容易出现这种情况 在中年之后不容易身体发福 是吧 不容易患糖尿病 那个肥胖指数比较好 这叫更好的身体水平 第三个就是等待时间更长的孩子 有更好的人际关系 那么当时沃尔夫进行统计的时候 把这个人和人际关系分成1到9分 是吧 让别人进行打分 结果发现当年参加测试 那些没有吃掉糖块的孩子 普遍人们认为这个人比较好 是吧 那些等待时间比较短的孩子 平均分数就要降低一些了 是吧 他就发现在这个实验中 等待时间越长的孩子越优秀 是吧 最后具有更好的成就 那么在2010年左右 这个实验结果被一些报纸报道了 比如说有一个叫做纽约时报的报纸 就报道了这么一个事儿 后来又有一个叫做纽约克的报纸 他也报道了这个事儿 后来连这个奥巴马总统都问起到这个实验了 所以这个实验一下子就火了 那很多家长就跟孩子做这个实验 做完了之后 如果发现这个孩子能够等15分钟 拿到两块棉花糖的话 就非常高兴 去买一件T恤衫给孩子穿上 上面写着我通过了棉花糖测试 是吧 意味着我以后是很能成功的 那么还有一些孩子就没有通过这个实验 于是他的家长非常难过 就去找这个沃尔夫教授 就问我们的孩子以后完蛋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等等 那被逼无奈沃尔夫教授赶紧出来澄清 说我们这个实验只表示说 这孩子未来的发展更好 和这个棉花糖实验具有相关性 但是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 对不对 就好像鸡一叫天就亮了 但是鸡叫和天亮之间 其实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是吧 那么这些孩子的成功到底来源于什么原因呢 沃尔夫教授继续进行了这个研究 他提出的一个概念 称之为延迟满足 什么叫延迟满足呢 这孩子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就是现在就吃掉一块糖 第二种选择就是15分钟之后 他吃掉两块糖 孩子们对糖的渴望是没有抵抗力的 这就好像某些成年人对于烟和酒的渴望一样 直接吃掉就给了孩子及时的满足感 而能够等待15分钟的孩子就获得了延迟满足 而希望获得延迟满足必须具有强大的自控力 可能很多人觉得一块糖两块糖 对我来讲没有任何的吸引力 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的欲望 那么这些欲望都可以分为即刻满足和延迟满足两种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吸烟与戒烟 这就是一个延迟满足和即刻满足的例子 吸烟我现在就爽了 就舒服了 对不对 但如果我戒烟我现在就不爽 但是以后我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身体 我活得可能更长 我在未来获得了满足 对不对 那么有多少吸烟的人能够狠下决心去戒烟 以获得以后一个更好的身体呢 再比如说高热的食物 那么很多人喜欢吃高热的食物 比如说这个高糖的饮料 油炸食品 吃火锅这些东西 对不对 我吃了这些东西之后 我就获得了即刻的满足 但是如果我不吃这些东西而选择节食 我就会有一个更好的身材 那以后我可能会有一个更加健康的体魄 对不对 这又是一个即刻满足语言池满足的例子 我们再举个例子 比如说青年人经常遇到的叫做熬夜与睡觉 熬夜与睡觉 这什么意思呢 每天睡觉之前躺在床上 都喜欢把手机拿出来刷一刷 一刷一个多小时就过去了 两点钟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还得起床 然后困得头昏脑胀的 每天都发誓说第二天一定不熬夜了 结果第二天还是熬夜 我们明明知道 如果我不熬夜到这儿睡觉的话 那第二天精神就非常舒服 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熬夜玩游戏呢 那就是即刻满足和延迟满足的关系 再比如说储蓄和消费 消费与储蓄 我们可以发了工资之后 就把这个工资立刻去花掉 是吧 买一个LV的包 买一个爱马仕的包 买一个最新型的手机 甚至我们没有这么多钱了 我们还去借一些小核贷款去买这个东西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即刻满足 对吧 我们也可以把这些钱存下来 甚至去购买一些保险 给我们未来提供一些保障 但是这些事情我们现在是享受不到的 只有在未来才能够享受到 这也是即刻满足与延迟满足的关系 对吧 我们小时候都听过这样的诗 《少壮不努力 老大图伤悲》 《十年寒窗无人问 一举成名天下之》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我们都知道 对吧 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孩子不愿意学习 为什么呢 因为放下书本去玩耍 即刻就能满足 但是我努力学习在很久很久之后 我才能获得满足 这也是延迟满足的关系 所以要想做到延迟满足 那就需要有强大的什么呀 自控力 沃尔特说自控力才是这些孩子 在棉花荡实验中表现不同的原因 也是一部分孩子 未来能够更好成就的关键因素 我们来说一说 为什么自控力是成功的关键因素 成功因素 这个沃尔特经过实验和分析 得出这样的结论 他说自控力更强的孩子 具有更强的自我约束能力 自我约束能力 而且他们的这个做事是考虑后果的 我们来说一说这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一个孩子 孩子看到别人有一块糖 是吧 如果没有自控力的孩子 他就会想这个糖非常甜 于是拿过来就吃掉了 不考虑后果 但有自控力的孩子就会想 如果我吃到了别人糖 那别人就会不高兴 对吧 所以我不能吃这块糖 这样一来他就会获得更好的人际关系 具有更好的共情心 是吧 你再比如说有很多犯罪分子抢银行 他难道不知道吗 说抢完了银行之后 这个警察就会去抓他 但是他控制不了自己 他的即刻满足的感受太深了 没有办法自控 所以最后更容易犯罪 对吧 吸烟也是一样 为什么呢 是吧 因为他控制不了自己 是吧 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吃高热食物会发胖 但是大家还那么喜欢高热食物 因为他给我们的感受实在是太美妙了 对吧 所以梅西尔还说 那具有自控力的孩子怎么样呢 更能够直面 直面什么呢 直面挫折 面对挫折 他能够挺直胸膛 是吧 直面挫折 想办法去解决 而且更加的独立 更加的自信 就像这个中科院的博士他在这些中写道 他说人后的苦尚还能克服 人前的尊严却无比脆弱 比如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约谈 那夏天光着点走在路上 冬天穿着旧衣服 说这些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就是面对挫折 对不对 但是他后面又说 如果不是考试后 常能从主题台领奖金 顺便能贴一墙奖状满足最后的虚荣金 我可能早已放弃了 就是因为他能够有强大的自控能力 所以他可以调节自己的这个压力 通过某一些方式去面对它 战胜它 是吧 比较独立和自信 那么沃尔夫还说了 说这个如果一个人具有强大的自控能力的话 他能够更有效地追求目标 更有效地追求目标 然后怎么样 实现自我的价值 实现自我价值 那么反过来说 如果一个人没有强大的自控能力 那么遇到一点挫折就放弃了自己的目标 也就没有办法实现自我的价值 甘于平庸 怨天尤人 对吧 比如说中奎院的这个博士 他在后面还说到 他说我记不清有多少次 因为现实的压力快扛不住了 这一路的信念很简单 把书念下去 然后走出去不往活一世 那就说明他一直都有一个目标 就是通过念书的这种方法 改变自己的命运 对吧 不往活一世 实现自我的价值 那么不同的人为什么会具有不同的自控力呢 这是因为人的基因造成的呢 还是后天环境造成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米歇尔说 这就好像人的肌肉一样 显而易见 肌肉和每个人的基因是有关系的 但是通过后天的培养和训练 肌肉也是可以练出来的 我们来说一说自控力的来源 拥有更好的自控力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那么它到底是哪里来的呢 首先这个米歇尔就说了 说这个自控力首先是因为 每个人大脑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他用这个核磁公正的方法 对这些参加过实验的孩子 长大了之后进行扫描 结果就发现什么呢 发现这个人选择延迟满足的时候 他大脑中的这个叫做前额叶皮层的位置 前额叶皮层这个位置就特别活跃 而前额叶皮层控制的是什么呢 控制的是人能够解决问题 然后克制冲动 克制冲动 是吧 更能够为长远打算 如果一个人为长远打算的时候 他的这个前额叶皮层就特别活跃 所以米歇尔就给他起了个名字 说这个就是人的冷系统 他能够更加冷静的思考问题 是吧 更加为长远打算 所以能够选择延迟满足 大脑还有一个部分 叫做中脑皮层 这个中脑皮层就和前额叶皮层不一样了 当人们选择了即刻满足的时候 这个中脑皮层就特别活跃 它控制的就是人的一些原始的欲望 一些原始的欲望 还有冲动 还有快感 当你的这个中脑皮层活跃的时候 你的欲望冲动和快感就被激发出来了 所以这个米歇尔给他起了个名字 叫做热系统 而且他发现这两个系统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如果你的中脑皮层要是活跃 前脑皮层就不活跃 反之一人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是在进行博弈的 不同的人可能博弈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而且米歇尔还说这个大脑的情况 实际上是跟人的年龄有关的 是吧 在年龄特别小的时候都是中脑皮层比较发达 年龄大了之后 5岁之后 这个前额叶皮层逐渐开始成熟 跟人的性别也有关系 说小的时候这个女孩总是特别听话 为什么呢 特别冷静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女孩的这个前额叶皮层的这个发育 比男孩要早一些 更容易成熟 而且在人不同压力的情况下 这两个皮层也不一样 如果人的压力特别大的话 那么这个前额叶皮层就会被压抑住 所以人就容易受到前额皮层的控制 容易冲动 容易有欲望 希望获得快感 是吧 所以说吸烟的酗酒 可能也是压力比较大的人比较容易出现的情况 那么除了大脑以外 这个米歇尔还谈到了环境的因素 说环境的因素对于人体的自控力的养成 有很大的关系 第一个就是家长应该给孩子充分信任感的环境 充分信任感的环境 那么关于这个证据有两个 第一个是米歇尔自己做的 就是在六十年代的时候 米歇尔在那个中美洲有一个叫特利尼达岛 特利尼达岛 在这个岛上面有两种居民 一种居民就是印第安人的后裔 印第安裔的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非洲裔的 非洲来的 那么这两拨人 他们就彼此嘲笑对方 是吧 印第安裔的人特别喜欢存钱 有了钱之后再到自己床底下也不花 这个非洲裔的人是活在当下 是吧 有钱就花 甚至借钱就花 他们两个彼此嘲笑对方 就好像有《一所欲言》里面所讲的 在这个夏天的时候 蚂蚁辛勤地储存粮食 蚂蚱就唱歌 然后嘲笑了蚂蚁 结果到了冬天之后 这个蚂蚱就冻死了 是吧 他们彼此嘲笑对方 一个是蚂蚱 一个是蚂蚁 是不是 然后米歇尔做了这样一个实验 从这两种族裔中抽取了一些小孩 然后跟他们说 说现在我可以给你一块糖 一周之后如果你不吃的话 我还可以给你十块糖 结果就发现什么呢 这个印第安裔的 这个愿意存钱的这些族裔的人 他们的孩子更容易把这一块糖保留下来 然后去拿十块糖 而这个非洲裔的这些孩子们 很多都把那块糖吃掉 拿不到十块糖了 是吧 那这个是不是由于他们的人种问题造成的 米歇尔说不是 说为什么 他发现这个非洲裔的人 很多家庭里边是没有爸爸的 是吧 因为很多家庭没有爸爸 所以他对于生活中很多事是不相信的 爸爸都没了 来一个陌生人的信任感就会很下降 但是相比来讲 这个印第安裔的人 很多家庭是比较完整的 比较容易让孩子对其他人有信任感 所以他也会相信 这个人一周之后回来会给我十块糖 因此他选择了等待 如果你选择孩子家庭都是完整的 那你就会发现 不管是印第安裔的还是非洲裔的 他最后的实验结果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这个实验告诉我们 我们在孩子的教育当中必须要言出必行 承诺给孩子的事就必须要做到 否则的话他对你的信任感消失了 所以就没有办法做到延迟满足 自控力就会减退 是吧 像这个中科院的博士 他去抓了很多黄膳 准备卖钱交学费 结果被他爸爸偷了买9个肉 是吧 那这很显然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环境 这种环境下 他居然还能有强大的自控力 就读书读出来 那真是非常不容易的 说明环境对人的影响也不是决定性的 那还有一个实验是在2012年的时候 由这个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的 这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他也要做个棉花糖实验 但是他在做棉花糖实验之前 先把孩子分成两组 其中一组给孩子一根旧蜡笔 然后说你可以用这个旧蜡笔做画 但是如果你不用它的话 那过一会我会拿一个新的蜡笔来给你 会更好 是吧 然后过一会实验人员回来了跟他说 哎呀 不好意思 我这个新蜡笔没有了 这是第一组的孩子 第二组的孩子就是过了一会 实验人员回来之后真的给他拿了新的蜡笔 然后就开始做实验 做那个棉花糖实验 结果发现第二组的孩子没有欺骗孩子的这一组 他们的平均等待时间是第一组的孩子的四倍 这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孩子生活在一个有信任感的环境里 那么他更容易产生自控能力 是吧 好 那除了这个以外 米歇尔还谈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控制欲特别强的家长 那孩子的独立性往往是比较弱的 所以我们应该要支持孩子的决定 支持孩子的决定 然后培养他的独立性 如果说控制力特别强的话 那么这个孩子就不需要自己对自己控制 反正有别人控制 对不对 所以他的自控能力就会弱一些 好 这是环境的影响 那么除此之外 米歇尔还观察了这些孩子在做棉花糖实验时候的这些表现 结果就发现有一些特殊的方法也可以对自控力进行训练 什么方法呢 就比如说有一些孩子就为了不让自己吃这棉花糖 使出了各种各样的方式 比如把这棉花糖推得很远 把眼睛闭上 趴在那睡觉 小声唱歌或者编个故事 这些事情最终让他们坚持了15分钟 这个方法被米歇尔形容为分心 分心 干别的事去 你比如说有些人想戒烟 但是看到烟走不动道了 你可以分心像点别的 对不对 出去跑一圈打篮球 也许他就过去了 这就是第一种方法 分心 第二种方法 米歇尔形容为抽象化 比如说他可以暗示孩子 说你可以想象这个棉花糖不是棉花糖 而是一幅画 结果很多孩子就坚持到最后了 然后别人就问这孩子说 你为什么坚持到最后 然后孩子就说 因为你不能吃一幅画 是不是 有些孩子把这个棉花糖想象成一朵白云 说你这个白云这也没什么味 所以也不需要吃 同样道理 如果我们想对烟进行抽象化 我们怎么想象 我们想象成烟是一个马鹰龙智昌栓 对吧 长得非常非常像 那你可能也就不想抽它了 这是第二个方式 第三种方式叫做幻视角 幻视角 举个例子 当时做这个特利尼达这个实验的时候 米歇尔就问这孩子 他说你说聪明的孩子会选择 现在拿一块糖 还是未来拿十块糖呢 别人都说是未来拿十块糖 但是当你问他自己怎么选择的时候 那有些孩子就说 我要现在要一块糖 对不对 你可以多想一想 其他人会怎么去想 就比如说戒烟这个事 你可以想象说 医生会怎么建议你呢 你的家人会怎么建议你呢 通过这种方式来培养自己的自控力 让自己选择延迟满足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就是让未来的满足具象化 未来的满足具象化 就比如米歇尔本人他是个大烟鬼 他每天要抽三包烟 但是有一次他在这个斯坦福大学的医学院里边 看到了一个病人 陷在这个轮椅里边 身上贴满了绿色标签 别人告诉他说这个人得了癌症了 标的这些地点都是要进行放化疗的 当他看到了这个病人之后 就想象了自己未来的样子 从此之后他就把烟给戒掉了 关于棉花糖实验米歇尔还做了很多其他的工作 研究了很多跟自控力有关的品质 一颗棉花糖不能够决定人的未来 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成功所需要的品质 米歇尔的研究启发了我们 作为家长应该言出必行 培养孩子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应该鼓励孩子独立做出尝试和选择 并且陪伴他们解决困难 对于成年人来讲 活在当下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应该透支未来 自控力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能够帮助我们 让我们远离吸烟酗酒肥胖 坚持对未来的憧憬并且为之努力 每天一点点的进步 都能够让我们更有信心面对生活中的挫折 并最终成为生活的强者 中科院博士论文中让我最感动的一句话是 最后如果能做出一点 让别人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事 那这辈子就赚了 虽然这位博士小的时候吃过很多苦 受到很多嘲讽 但他从来没有自暴自弃 从来没有怨天尤人把自己的失败归功于环境的不好 最终的理想依然是为他人和社会做出贡献 这让我想到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 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他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 李永乐老师也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